牌桌上的七分牌,现在Ben Lam领先35万一千 然后呢Fish Makita,Badazal Kelsky是27万四千 接下来就是Gab,Michael Watson跟Chen Win Lim 分别有100,他现在Chip Leader有117个前桌 在这张桌子上 我们这里是季州神话世界 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 然后K10在枪口位直接推个All-in,139000几分牌 这个啊 这个有点别 他推出来挺多的吗 他是推了20个大芒 超过20个大芒 20个前桌,对吧 对,这手牌有点边缘 他刚刚是做了一个错误的支付 他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 希望他能很快调整过来 因为有时候我会看见就是一些玩家 他会这样的情绪下推All-in 他一般都是很强的牌 你知道吗 对,一个反向Tills 对,一个反向Tills 因为我支付 我好像现在很生气 然后我就直接推个All-in 但这张桌子上 不太会有人上这个档 因为大家都觊觎自己的系统 我这个牌地扣不动是扣不动 我不能因为说对手 好像看起来有一点情形上的 我拿一些边缘牌去扣你 都是老江湖了 都很谨慎 都很谨慎 那这边那个Pater Galski 他说他挺喜欢赌博弈吧 他刚才Core就是跟Bandlan博弈吧 然后呢就会让他的就是赌系 可以就是别的游戏上不去玩 对,也不知道他是说心里话 还是在做一些迷惑 是 中队 买花加后门胜 那这副白应该Pater Galski 应该是可以跟人家打满了 对 他目前这个牌型还不错 那这边我们看见Michael Watson 他是拿到顶队 但是他顶队踢脚也不大 是 比较经不起压力 对,他需要做一个下注 去检验一下 检验出来了 去检验一下他的位置 去找去下一个定位注 那我看见这边 Michael Watson 还是暂时领先 有54%的 然后起牌 对,他还是很谨慎 没有因为对手好像表现出来 有一些上头 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他就去拿边缘的牌去跟注 对,因为有时候一些职业玩家 他们给你的一些跳 你没有办法去读他们 你读他们 你不知道他们是装的 还是 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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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发出来A19 然后这里Padegalski他中了顶队 然后呢他说只有下注 minimum就是6000 就是最小的下注 然后拳其实没有任何概念 只能否给他 他连续收拨 那他对玩家们说 他希望你们今天可以看见 我在直播桌上打的那些手牌 他确实运气算今天比较差 他每次都是有点被对方压制的 那现在 他又拿到一手很好的牌 对拿到勾石 也是我们说 大家都可以几乎把他打成AA的这种牌 他又做了一个下注 面对他这个形象 很僵 那Ben Lam在这边拿到A钩 确实是 就是 大家应该都能 也能察觉出来 就是他的动作开始偏多 对 动作偏多 然后呢 这边Ben Lam他选择退O1 马上选择了 在有牌的情况下 他A钩这种牌 其实是不支持 做一个3BO令的 但是他选择针对 我们看见这牌是有压制的勾石 但是确实你看这个 这个百分比是53对41 然后我会很就是惊讶 如果Petygalski选择7牌 因为他是比较喜欢 Gamble的一个玩家 并且这牌的确是不错 是 如果他来打短牌的话 应该知道 这副牌应该不错 他选择Fold掉 我觉得这 因为这个量还是比较大 这手牌是可以你先放进去 在短筹码情况下 你先放进去 但是call别人的还是 要观察这个 要计算这个 对方是谁 对吧 对 他也会发现 我有被针对 我做了一个前置位的open 马上就被 对 因为A钩 A钩是不支持 对UTG的家族 做一个3BO令的 这就是顶级牌手的 一个观察力 很敏锐 对 因为他们这桌 现在好像也只有四位玩家 在打 所以这样的 就是变成 应该一般都是六个玩家 在这桌上 对 对 所以他们那个position 又变得不同了 对 他们那个位置又不同 好 所以是世界选择跟注 那他们现在的UTG 就好像是Hijack 啊对 对 对对对 四人桌UTG是Hijack 然后是观察为Button 对 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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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Ben Lam 他拿到了顺子 好像我们就 就看见他们两个在打 也正好啦 也正好是 正好是因为 这个牌也是才几手嘛 他这个时候又想 为什么你又搞我 对 废师不搞我了 你搞我 然后他翻牌的时候 就也是拿到顶对的牌 但这个面的发展性 对他来说很差 对 他比较不喜欢弃牌 在短牌里面是 翻前不喜欢弃牌是个优势 翻后就面临不同的情况 你得看 他说你封到一个K吗 没有想象到他手上只有一个圈 对 都考虑了那么久 如果这个信息被桌上其他人知道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被索取更多的value 对吧 对手会针对他 对 因为他应该是桌上支付最多的一个玩家 对 目前来说 但他们会想到他支付多 没有想到他支付这么多 就是这么宽 对 好 这边 因为是短筹码了 他是九万五 然后帕特杰斯基 好像是A10的牌 秒扣 这就是锦标赛的生存压力 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私人桌 他必须拿一些 A7去跟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发出来一个7 但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chop 对 那暂时 他是 又有方片 League是70% 对 还是一个三七开 哦 哦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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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是这盒牌 给帕特杰斯基追上了 嗯 这就是扑克 看弹 嗯 那这应该是 Wayne Lim被cover了 然后呢 我们看见他淘汰比赛 然后我们转到现在是蓝桌 然后这里我们是有Azac Haxton在桌上跟Greenwood 那这边Azac Haxton在翻牌前做了一个call Greenwood他是all in 38000的筹码 那这里四发圈 87 Greenwood是领先 还有9和10套 对 这里有任何10跟9 OK 顶住 OK 那现在这里Greenwood 顺利翻倍 对 这分牌是8万8 在UT级拿到了A7 哦他打得很稳 直接 直接Fall掉了 这是一个几人桌 哦 五人其实在 哦 五人桌的话 可以Fall掉 可以Fall掉 那这边Divores 唱可谓加1 他拿到全钩 随着身忙 然后大家的策略又会有所调整 翻前的动作显得更加重要 翻前的动作显得更加重要 他选择推过all in 应该他是可以cover全桌的玩家的筹码 这里他可能考虑到要开始剥削状态了 在这个级别他可能考虑到就是抢夺底持的收益更大 他会拿一些 呃 不错的在在排力 这VS前百人八排力不错的一些排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做一些非常急性的动作 包括只有圈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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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got 13 more than Dalvin was 13 more than Dalvin was Dalvin was 66 right yeah so Bam 66 Bam 68 68 right Ante 那这边枪口位七七 可以直接选择击牌 七七因为太差了 就跟2233的强牌 强牌里面2233差不多 然后你再找七位也不会去 就是2233在UTG家组 因为你筹码量不够 他只有绝对命运的牌 又拿到这种非常差的牌 那因为他里面已经有放 一些潜注 他会不会考虑 就这样就是禁止呢 基于数学这里是 是要 我觉得我觉得这里应该是 Any2吧 我看看他有没有前80% 七九这牌 七九 七九这牌 看一看 好边远啊 七九这牌 Versus 40的时候 是处于82.2% 正好没有80% 还是比我厉害 这个时候他看到这牌 肯定是 对 就肯定是非常难受 为什么是七九 对对对对 就有点哭笑乌的 对啊 感觉 然后这边我看见 哪怕给我九 九勾或者勾气也可以 对对对 然后这边Divorous 他选择在Cut-Off位 加注到3万 那正好碰到 Flink 在装位 拿到圈圈 对 Greenwood真的是 拿到这后97觉得 哦 很僵 表情都有点僵硬了 很好 刚刚已经把筹码拿起来了 想了半天又 是 好那这边Flink 他选择拳压 然后呢 他是248000的几分牌 21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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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right Ego call 短桌 Ego翻前的 比拼非常地激烈 非常非常激烈 嗯 因为A勾可以考虑 他有可能就是 对对方有可能是 这种勾式的派啊 这样 对对对 或者可以勾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很难被超越了 对 那这边我可以看见 啊又多了一张九 对 现在转牌给他很多 这就有意思了 啊没有出 248 right 好 Flink他顺利的 做了个double 而且是一个 比较多的筹码的double 是 他应该是桌上的 呃 筹码领先者吧 对 应该是chip leader 因为 目前这个忙住情况下 他这个码还算 本身就蛮健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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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量等到这手牌是绝对满意的 这是绝对满意的牌 那A10一定是秒call的 他看到对手是A10也还算满意没有被压脚 在德铺里面这样子一个对抗基本上是四六开 哇 太晚了 我们看见现在Greenwood他可以再次用他剩下的一个一发子弹 对 然后拿10万积分牌 那现在显示是他后面是没有子弹了 如果这次出局是需要再次买路的 他现在10万起筹码是33个前逐 他盖掉了什么牌没看到 我们看见这屏幕显示说这次比赛25万买路的短牌是32位玩家参赛 还剩25个 那我们应该有很多玩家还没有看见 对 我想应该是有5桌吧 可能不是哦 是不是上上rebuy呢 加上OK 加上reentrain 有可能 对 但有可能是我们还有很多玩家没有看见 因为我们目前在看的是只有两桌嘛 对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有一些玩家我们还没有看见 对 我们也听说这次Fill Ivy也会参加这传奇扑克比赛 不知道他是直打主赛还是25万的也打 我估计应该也打 对 他最少应该打两三个比赛吧 然后那个Brain Kenny也会跑过来 他是以前也从来没有传加过传奇扑克的 好 在第二位的Greenwood拿到A圈 也是做了一个很标准的Squise All-In 那我们看见这参赛玩家这个星期应该会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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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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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atrick Antonius 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然后我们那个Tom Duan也会过来 Daniel Cates,Jungle Man John Juanda John Juanda也会打 对,然后还有我们熟悉的Paul Foix跟Richard Young 好,最后牌有前置位 有88和GoGo两家的Link John Juanda 他拿到圈圈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混合范围的机会 他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大的Squiz 去弥补他宽的范围里面的强牌的不足 是,因为在这个庄位 有很多时候你就用你的位置的优势 用很宽的范围去做一个Race 他这边确实是拿到右排圈圈 做了一个5个NT的Race 那这里GoGo是不会干给他的 GoGo跟住 Oh,哇 Cooler 这个面也算比较干 对,是真的Cooler 这个面是Cooler 对,这个面两个玩家应该都是打完的牌 让我想起EPT不拉格战同一手牌 我是GoGo 然后法国的ESA是拳拳 一样的这样的面 一模一样 一般你中三条你会很兴奋很高兴 对 但是他都挺有情况下 对,中了三条之后你赢不了 就哇 一定会输很多 对 这里我们看见Devoris 他下4万5 然后呢,Tone,Shu,Chang就选择是Call 对,因为这里总归是能打光的 总归是能打光的 所以他不急着在这么干燥的面去Race对手 那在这个转台上 这里如果第二枪的话 那是一个CheckRaceAll-in了应该 他们现在各自在计算自己的后手 直接All-in了 那应该是Call的 对,没有Call 对 看到圈圈就特别难受了 嗯 我们看见他的Out只剩一张勾 对 对,这个持住笔的确是直接是All-in了 不需要做 GoGo这个手还觉得是蹲到了 这是一手Cooler,没有办法 在这个面上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虽然这里还输一手80的顺子 但是太少太少了这个组合 在这样子一个Port上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好,开始又涨忙了 4000,8000的前注 Μ继续 1 4000 4000 好 这里可以看到 Greenwood是拿到了A10在强口 在Hedrick位 99是选择放弃 那不出意外 狗巴也是放弃的 不过一段时间 但... 对 肯定说了4.8 我认为他们没有开始了 好 王猪已经在屏幕上显示 Anti4000 然后Button是多给一个4000 目前我们的蓝桌直播桌上还剩五位玩家 然后他要版了 是不能跳过 就是,室传时才能降下 就像是正常了 重点强 用这弹箱子 把锅子落下 GREENWOOD是LIMP了66 66這手牌是在翻後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手牌 如果是重set的話可以確定自己在成牌裡面算是比較強的 如果miss掉也是可以輕易放棄的一手牌 不過短牌的話玩小隊子有一個更大的風險 就是說他overset就被over的概率會更高 因為大家的重牌率都會更強更大 那這裡66是應該放棄了直接 A10做了一個race然後AK秒all in 在短牌的時候遇到一手這樣的牌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機會了已經 3張10沒有發出來 24 這個時候他的推all in不但是能翻倍 而且因為他的忙柱已經很大 所以說他能贏到的籌碼會更多 那他這裡24000的籌碼推出去 得到了一個幾乎是三倍的一個回報 兩倍多 這個階段開始場上的生馬和短馬之間的差距就會被慢慢拉開 我們來看一下 全9 Greenwood的打法是在前置位他不會玩很多的牌 還有一些人的系統裡面他前置位會Limp很多很多的牌 不過這個階段的話你的Limp 你Limp過多的弱牌容易被後置位剝削 可以看到這裡Flink拿到了八九同色 做了一個跟注 裝位圈六砸色 實在是比較的差 兩邊都沒有擊中 但Flink現在有一個買花的面 對 做了一個bet 做了一個bet之後 勝利的時候下底池 因為圈六砸色實在是完全沒有概念 我可以看到Paul 這是一個經常出現在短排各大賽事的直播桌上的玩家 好 我們回到直播桌 好 比賽達到這個階段 好 更專注於自己的精神 可以看到大家都稍微有一點瑞顯疲態 因為的確比賽開始了 滿久了 好 好 這裡UTG選擇Limp了圈圈 不知道能不能埋伏到Greenwood 好 沒有埋伏到 他90是一手非常非常適合打翻號的一手牌 他選擇直接看牌 哇 中隊抽花帶後門勝 圈圈被蓋了一個帽子 他這裡選擇做領先下注 不像是在長牌 長牌裡面這裡圈圈為了不被剝削太多 會可能會在前置會選擇Check Call 在被蓋貓的情況下 但是短牌你是需要大量的爭取主動性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對手是拿什麼牌 在Bet你 所以與其這樣子你不如是自己選擇 All-in的話這裡圈圈應該是蓋給他了 這裡是很難扣的 這裡是很難扣 他即使知道對手的All-in range裡面是有一些 強買牌 但是他即使遇到這樣的強買牌 他的圈圈也不是很領先 甚至有微微的落後 特別是對於像Greenwood手上這首牌 他是有10個百分比的落後 從這個牌也可以看出來 在短牌中 你去剝削對手的去牌率是有一個多麼大的收益 以及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從這個牌也可以看出來 在短牌中 你去剝削對手的去牌率是有一個多麼大的收益 Brey Kenny的帽子非常的有個性 他目前的馬量也屬於非常健康的狀態 他目前的馬量也屬於非常健康的狀態 所以同時拿到了K圈銅色 被扣住了 被扣住了 雙位A10面對一個這個位置的這個馬量的All-in A10已經是完全可以扣的 FLOB 拉出來是圈87 這樣子的話是沒有辦法防槍了 這裡Trum是再一次得到了Double 來到了124K的球馬量 可以看到這個玩家對於翻拳的一個All-in的Range 他是非常的精準 而且他很趕 這是連續從一個很短的馬量 就是連續做出一些激進動作 回到了一個健康的馬量 短牌你必須在你該推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有這樣子破例 這手牌看來大家都沒有拿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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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低了是直接收底 A勾是手不錯的牌 不過能直接收底也算不錯了 算是一個小小的驚喜 謝謝 請編加總統 謝謝 謝謝 兩位 感谢观看 好 UTG拿到了A圈杂塞 235K 239K直接All in 这里AK是一定是Call的了 确认一下对方的筹码量 这里AK是 这里AK应该是会选择跟住 好 哇 我们哈利波特是遇到了麻烦被主导的排行 来看一下Flop拉出来是 哦 圈九十 圈圈九十 那还有卡顺的out 没有发出来 比较幸运的得到了double 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double 可以看到短牌虽然你的排行被主导 但是你人有很大的反超的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短牌是比起长牌来说更像 更像奥马哈 因为它的波动以及排力尺的间距更小 也使这个游戏变得更加激烈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长期来看也是一个更考验数学的游戏 因为你必须对你的整个系统有非常深刻的把握 66k 在这里拿到A圈同色 应该是一个all in 好他成功的 拿到了等到了一手 在这个马量非常不错的牌 好勾勾是把它隔离出来了 一个经典的f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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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p遭遭遇一个flip 70 再一次成功的double 从短马变成了 当然是没法弥补刚刚损失的积分牌 大家可以看到短牌的翻前的波动是真的非常大 所以在短筹马的时候 这是一个更考虑 更考虑翻前范围的 更考验翻前范围的一个游戏 这手牌UTG拿到了圈K同色 这手牌UTG拿到了圈K同色 他有接近40个ante 好直接在这里选择了all in 在这样一张短桌上 这是一手不错的牌型 那把89这样子的翻后 游戏性特别强的牌也打掉了 短牌的精髓就在于翻前的极致的剥削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是打8个level 每个level是40分钟 这是第一 然后明天还有这场比赛的翻动队 我们这场比赛的在CO位 面对身后只有一个玩家的情况下 limp了97杂色 check开船 这是一个对两位玩家来说 都没有什么概念的牌 check 做一个bet应该是直接收持 短牌的位置的优势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扑克马无非就是四种情况 一种是你有我也有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打的是打value 我比你大 一种是你有我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你bet我fall 还有一种是我有你没有 那我bet你fall 那在大家比如说像刚刚那种情况是 你没有我也没有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优势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 因为前置位你要直接做一个 dunk bet bluff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读对手 在后置位的对手有没有牌 而后置位呢相对于前置位玩家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牌里 对手的check范围里面必然是有很多 就大量的没有击中的牌 那么你这里做一个c bet 或者做一个反主导下注 都可以去拿下底词 就是长此以往呢 就是这就是后置位比前置位的优势的体现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Hedrick拿到了 It's King 但是Nancy是正在的 可以看到目前比赛已经慢慢的接近到一个 就是说翻前的战斗会比翻后更激烈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翻前的战斗会比翻后更激烈的一个阶段 ikson又拿到了ak Limp 这里又是打一手埋伏 这手A10 选择call 可以勾 可以勾在点自己的筹码 也选择跟住 打得很稳啊 都没有被蹲到 670 那SKing看到这个面 基本上是 基本上知道 应该是被大量反超的 4加都check flop 我们可以看到 转排是来 来了一张勾 目前没有人有买花的排行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是一个4加底池 大概没有人知道自己大不大的情况 AK选择在这里开一枪 下一个试探柱 AK虽然可以看到这里 它什么都没有击中 但是在一个多加 check的flop底池 可以看到在特长这张牌出来之后 它有4张卡圈的NAS OUTS 还有一个 就是还有AK两高张的 软 OUTS 这里是可以做一个下注的 哇哦 这里圈到了 不过K勾应该这个牌 不会支付它很多 看它AK这里要下注多少 这里就有必要去判断对手的牌力 是否够强到会在合牌下注 如果他判断对手牌力 哦 直接all in 直接all in K勾应该是call不动的 这里K勾他只能赢抓机 只能赢偷机 打得非常的激进 他现在要思考的是 对手在这里有没有在剥削他 在这个面上 对手会用什么牌 直接在前置位 Dunk Olin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他现在在算的是对手这条line的 bluff的组合数和对手的value的组合数 他这里拿着一手很边缘的牌力思考 不是说他觉得 不是在思考牌力 而是他知道对手是一个绝对有能力 在这里做出一个这样子的bluff操作的一个玩家 最终选择正确的气牌 K勾的确是太边缘太边缘 即使是抓机 这个代价也非常的大 他这里可能觉得对手即使是在偷 那也只能给他了 因为没有办法 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chip count 是显示infinity 蛮有意思的 目前我们的chip leader是拥有51万的筹码 而在红桌呢 是拥有56万 LAM是拥有56万4千的筹码 总计141个前注 这是一个非常深的筹码量了 目前在这桌筹码的分布除了tip leader之外 都比较均匀啊 都比较平均 都处于40个bb上下 40个anti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桌子上多了新的面孔 JAMJawanda JAMJawanda JAMJawanda赖以成名的就是他的瞪眼神技 他的眼神非常的有神 这里在嘉一位直接拿圈十 是做了一个all in 我觉得好激进啊 这里有点过于激进 那么在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他要环顾一下后面的玩家 好吧还是选择了跟住 这手牌两家 显示的牌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UTG直接 UTG加1直接all in出来 UTG加2贴身跟住 然后给了COA玩家 威林很好的赔率 靠进去了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 谢谢大家